What's up guys, it's Will.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哈,今天這支影片我拍了第二次 因為昨天我其實在台灣的那個街道上 西區,然後有稍微拍一下 但是太多路人了,所以我有點 有點小卡 對,那另外一支股票 呃,等一下喔 對,那那個精華 沒關係啊,可以泰國 OK,那今天就再拍一次沒關係 那廢話不多說,今天這支影片就是 假設我今天可以回到二十歲 那我會有六點事情 我會想到就是在二十歲的時候就 就開始做 我覺得做了這幾件事情 對於我的人生一定會有一個 很大的改變 就是這支影片很適合 現在還是二十幾歲的你們 把它看完 Alright,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第一個就是養成運動的習慣 那會有這個想法就是 嗯,我在去年的時候 開始就是從事 從事 開始 執行健身的這件事情 我發現 就是在做硬舉的時候 硬舉是什麼 硬舉是這個 這樣 這樣子 拿起來有沒有 這樣 對,這個動作 我 沒辦法就是做 跟我重量 我的體重 我體重70公斤 然後我卻沒辦法 拉得起70公斤 但是 照理來說 應該是要能夠 就是 拉到至少 這是一個minimum 至少要能夠把自己的體重拉起來 但是我卻不行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天啊,我的屁股的肌肉 還有我大腿的肌肉 是不是太弱了 結果後來 去做運動按摩 我才發現不是 是 我的 後腿的肌 太緊 太硬了 嗯,太硬了 因為我 沒有在做 拉筋的這個習慣 那如果 我今天就是 早一點發現這個問題 我現在再來做 健身 再來做重訓的話 可能會對於 我的成長 的那個速度 會比較快 對,就是我想說的是 如果我在二十幾歲就知道這個 健身 或是運動相關的姿勢的話 那我在現在 我一定能夠 就是 不是只是這個樣子 對,那其實我想跟你們說 也不是重訓啦 因為其實最重要的是 有氧運動 我們做有氧運動 就是可能 心率可以到 一百四十以上的話 這樣子 我們可以就是 製造出一個 抗氧化的元素 然後這抗氧化的元素 可以去抵抗 自由肌 因為自由肌是一個 讓皮膚啊 或者是我們的一些 被骨骼 老化的一個 東西 因為如果大家有提早 去做 有氧動作的這個習慣的話 那我們的 皮膚一定會比較好 那這個就是我在 年輕的時候 沒有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才三十一歲 然後就是臉上 就會有一些 歲月的痕跡 好啦,不是說外表而已喔 是 連我們的身體健康的部分 你也要把這個 習慣建立起來 Second one 注意我們吃進去的食物 巴菲特曾經說過 我們人的身體 就像一台車子一樣 如果我們平常在包養這台車子 或者是加油 都加一些破油的話 那二十年三十年之後 這台車子就會變成破桶爛鐵 就跟我們的身體一樣 如果我們吃進去的食物 都是一些junk food 或者是一些高糖高油的食物的話 那這樣子我們 我們的身體其實在 二十年三十年後 就是我們四十歲或五十歲的時候 其實就是 身體會開始出現一些警訊 因為我們人的器官 其實是沒辦法 就是負荷太鹹的食物 我是覺得 健康非常重要 身體健康非常重要 因為 我在兩個月之前 有去開刀 開一個小手術啦 就是藍尾炎的小手術 就是只是一個小手術 我就覺得 哇天啊帶來我很多的不便 生活上 因為是做全身的麻醉 然後醒來之後很想吐 然後傷口又很痛 我又不能做一個 就是彎腰的這個動作 然後重訓也一直 因此停止 所以我就覺得 身體健康超級重要 這個是大家一定要 實時告訴自己 就是你們在年輕的時候 二十幾歲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開始 建立這樣子的觀念 第三個 盡早進入股票市場 我小時候都認為說 股票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就是 可能期貨啊 或者是玩什麼當日衝 我就覺得 哇這些人可能都是因為 想要在短時間內 賺取高額的報酬 啊對啦也沒錯啦 去玩那些人 也確實是這樣子 但是 我想說的是 我們 可以 學習一些投資的觀念 然後 買一些好的標的 這個當然就是 支持各位要去做功課的地方 為什麼會想要 特別把這個拿出來講 告訴就是 還年輕的你們 盡早 進入股票市場 就是 因為時間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防禦牆 那 我就是想跟你們分享 我在今年 二月份的時候 我有選擇一隻標的 然後我就 在一個相對比較低點的位置 把它買進 其實也沒有很低喔 因為那個時候 台股大概是 兩萬出嗎 還是兩萬點 其實我也是一個 很晚才進入股票市場的人 然後我就是 其實也覺得有點regrade 所以 你們一定要特別聽 就是我買了這個標的嘛 二月的時候 然後四五月的時候 有買另外一個標的 這兩個都是好的公司 好公司 好股票 然後在今年九月份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下殺 一千八百點 又下殺一千點 就是連續三天買兩天 就是哇 突然一個 就是急速的drop down 那個時候 我買二月的時候 這個標的 它的報酬還是正的 而且正不是正各位數 是十幾位數的那種percent 然後另外一隻標的 卻已經變成是綠色 就是付報酬 但是這兩間公司 這兩間公司都是好的公司 然後我就覺得說 天啊 如果早一點買的話 損血的部分會損比較少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事件 讓我覺得 我們早一點加入股票市場的話 一定會有一個很不錯的成績 所以就是 現在你們可以就是 開始做點功課 然後建立起自己的一個portfolio 對 那當然就是分散風險比較好 那如果你們沒有任何觀念的話 也不想花太多時間去研究公司 就是個股的話 其實 就是跟著台灣的市場 慢慢的 往上走嘛 對不對 因為其實 股票就是牛大魚熊 那 其實你們就是可以投什麼 0050 或是006208 當然是我建議還是 我自己會選 006208 那就是給你們一個建議 你們可以進去做用客 所以就是以上 就是當作是參考 但是這一點非常重要 你們一定要加入股票市場 好不好 然後跟著台灣的經濟 慢慢的往上漲 對他不會就是一直往上 一定是一個會往下或往上 但是就是往上的這個時間會比較多 OK 第四個 不要太苛求自己的父母 那也是活到現在啦 然後三十幾歲了 三十一 然後再回來過來 讀黑漏過去看一下 就是爸媽那個時候 對我們的一些教誨 還有一些 碎念的部分 都覺得好像是一些小事情 然後 大部分也都是為了我們好 才會 就是一直 煩 才會一直碎念 現在覺得說其實 小時候的爸媽的照顧 其實是一個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還有一點就是 可能在他們四五十歲左右的年紀 可能民國 五十六十年的他們 所受的教育 或者是他們所經歷過的一些事情 那他們講 這些事情來告訴我們 就是傳達他們的一些思維 還有觀念 因為我們其實可能會接受到一些學校 或者是網路上面的資訊 然後就會覺得 天啊 爸媽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想法 會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他們一定是已經 做到他們最大的努力 然後來教育我們 教導我們 所以 這也不是他們的問題 就是 我不知道在看影片的你們 你們的 relationship 和爸媽如何 因為relationship 這個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 也是你們一定要 放在心中的一件事情 嗯 怎麼講有點感傷 其實我們有感傷 OK 我只是覺得說 就是 人生 就這麼短暫 那 那我們一定要珍惜 真正愛我們的人 而且他們所 傳達給我們的一些 觀念 然後一些他們自己的想法 我相信啦 八成都是 為了我們好 嗯 那我舉一個例來 跟你們分享好了 就是 小時候媽媽會一直叫我去讀書 一定要考到好成績 好高中大學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很煩 就是 我就不喜歡讀書 然後你又叫我去讀書 壓力很大耶 我只想打電動 現在長大了 就覺得說 天啊如果那時候有聽 我媽的話 那該有多好 因為 我就不用花這麼多時間 去學習一些新的知識 或者是思維 然後我的生活就會過得比較 沒有這麼多東西要去學習 其實也很難說 對不對 可能會 就算我有這些思維還有知識的話 我可能還有更多東西要去學習 人生嘛 學不完 但是我想說的是 回來回來 那個時候如果有乖乖聽媽媽的話 那 我現在可能可以學更多 就像你看喔 如果我那個時候有 好好的讀英文 那我可能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一個精通英文的台灣人 所以我現在就是可以學 可能第二個語言 西班牙文之類的 所以我們不要就是太 對爸媽要求太高啦 盡量能夠格局大一點 然後也包容爸媽多一點 第五個 不要浪費你的每一天 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How do you spend your days is how do you spend your life 今天如果什麼事情都不做 我都不學躺在床上廢 那明天會變得更好嗎 會有所改變嗎 完全不會 我們每天其實都要學一些東西 讓自己的人生充實一點 那這樣子在不久的將來 可能三年五年十年 你一定會感謝過去的自己 像是什麼 我們可以什麼都學啊 就是每天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目標 就是想要提升英文程度的話 那你就是要告訴自己 每天都要學一點英文 那像我 就是我們每天都會開始做拉伸 就是拉筋的動作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的筋比較硬 比一般人還要硬 所以我每天拉一點 每天拉一點 那拉個幾個月 半年 一年 我相信我的筋一定是能夠 可能劈個一隻腿 是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說就是 每天都去學習一些 新的知識啊 思維或者是一些技能 哇 那這個一定是對 你們的未來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從現在二十歲的人 就開始去執行這件事情 看你想要學什麼 就是把它列下來 然後真的要去執行 來到最後一個 不要害怕 失敗 永遠挑戰 這個真的是我覺得 年輕最有本錢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二十歲 那其實我們有很多試錯的機會 不像你看喔 我們如果四十歲了 然後去創業 二十歲創業好像也還不錯 我原本想 我原本覺得說 二十歲創業會不會太早 其實也不見得 好啦 anyways我想說的就是 我們不要害怕一些挑戰 我們就是盡量的跨出自己的舒適圈 我相信 在這些我們選擇的這個過程 或者是嘗試的過程 一定會發現一些自己 哇 覺得特別擅長 或是特別有興趣的一些事情 那像是澳洲打工度假嘛 我們到澳洲 我們可能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工作 那我們可能就是可以選擇一些 各種工作 像可能我去澳洲剛開始是接觸肉場 然後咖啡師 這些大多數背包客選擇的工作 那我後來就是因為朋友的關係 而開始做建築 清格間的這個室內裝潢的工作 所以你看我就是因為 我不怕挑戰 就是不怕那個就是工人的那個辛苦 勞累 然後之後才會有一個想法說 會在台灣可以就是創立我自己的這個工作室 就是小小的創業的部分 可能今天我們對一個東西有興趣 可能我們學習泰拳有興趣 那我們就去學習 就是不要害怕你會學不起來 或者是害怕受傷 因為或許你看喔 你泰拳或者是健身好了 你都做起來了 你承受那些壓力 然後最後達到一個pro的時候 你或許就是一個健身教練 然後健身教練一個月的薪水 可以就是用努力一點 也可以有十幾萬 那可能你健身教練之後 你可能開團課 或者是開線上課程 就是可以賺取更多的收入 或者是一個舉例 就是隨便想到的跟你們分享 所以就是不要害怕挑戰 然後也不要害怕失敗 因為我認為說 成功最大的朋友 就是這些零零種種的失敗 這些失敗就是會造就一個大成功 你們一定要記得這件事情 Alright 所以這支影片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啊 如果你是二十幾歲的觀眾 你很棒 你有看到現在 就是看完就是你的 那我希望就是鼓勵你們 就是照我說的自己件事情 都從今天開始就開始去執行 那我相信在五年或是十年後 你會很感謝你自己 還有很感謝我 Alright maybe在三十五歲或是四十歲 我也會再拍一個類似 這樣子類型的影片 因為其實人生在每個階段 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然後到時候再跟你們分享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Give me a big like Also subscribe my channel 然後將這支影片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Alright I will see you in next one Cheers